大家好,我是胡明星 那在上几次课程当中呢 我们讲到了Jungle的OIM的机制 那这节课呢 我们将给大家去介绍一下Jungle里面 如何去使用原生的SQL 那为什么要去使用原生的SQL 就是我们在写项目的过程当中 那可能要去实现的功能 或者是要写的SQL 它可能会是一些很复杂的SQL 那这些复杂的SQL的话 用OIM的方式可能是写不出来的 很有可能会有这种情况 那如果是遇到了这样的一些情况的话 我们可以用原生的SQL去写 那在Jungle里面的话呢 提供了几种去写原生SQL的方式 那第一种呢 就是用结果级的修改器 那这个方法 它是一种提供额外查询参数的机制 那还有一个Row的方法 Row方法 那这个方法的话呢 它是能够去执行原始的SQL 然后呢并返回模型的实力 那第三个方法 就是我们可以自己去自定义SQL 自定义SQL 这种方法呢 是灵活度最高的一种方法 但是呢 要注意前面的两种方法 前面的两种方式 它是要依赖于我们的module 就是它还是会有模型的这个概念 那后面自定义SQL的这种方式 是完全不需要依赖于这个module的 OK 那在了解了这些信息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三种方法的一些实力 那首先是这个结果级的修改器 那这个方法的话呢 我们可以在原有的create set的基础之上 要对结果级去进行一些修改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方法去做 而且去修改所写的这些语句 就是原生的SQL 原生的SQL的方式 那比如说第一个例子 那我们在第一个例子当中 是去查询书籍 查询出版社名称 为广东人民出版社的 这样的一些书籍的信息 好 然后在这个基础之上 在这个基础之上 我们去扩展了一个条件 这个条件是price大于50 对吧 price大于50 好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这个执行的结果 好 先进入到SQL里面 好 进入了之后 然后去把相应的module呢 导入进来 好 导入进来之后 那我们把这个seq呢 复制过来 好 执行一下 那执行到之后呢 我们得到了一个查询结果 但这个查询结果呢 不是我重点去关注的 那我重点关注的地方 是在于它生成的查询条件 那生成的查询条件 我们可以看到 菲尔特的话 那其实生成了一个查询条件 在Wear的这个地方 那这个地方 是去让LIM 等于了广东人民出版社 那在后面的话呢 有一个price大于50的条件 那这个条件 就是通过我们的这个 结果级的修改器 通过这个方法 去扩展的这样的一个 查询条件 那在这个地方 我们要注意啊 它扩展的这个条件的话呢 是原封不动的 对吧 加到了我们的seq里面去 加到seq里面去 好 当然 这一个seq语句啊 我们也可以改写成这样 好 改写成这样 那这个地方呢 我们就不能直接去写price 大于50 对吧 我们就不能直接这样去写它了 我们应该要去写price gt等于50 对吧 应该是这样子的 应该是这样子的 好 所以啊 所以这个地方啊 所以这个地方啊 用这个结果级的结果级的修改器 主要是告诉大家啊 这个地方我们如果是要额外的去扩展一些啊 这个查询条件的话 如果是这个查询条件 你需要用原封seq的方式去进行扩展的话 你可以用它 你可以用它 OK 那第二个啊 第二个 不是扩展在well后面了 而是扩展在snake的后面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例子 这个例子的话呢 扩展了一个 查询语句啊 去 汇总我们的这个 book的这张表 对吧 有多少条记录 把它汇总 然后汇总之后呢 放到了snake的后面 那它生成的一个sq语句啊 其实我们就可以看到 我们扩展的 这个结果级 扩展的这个snake 它放到了我们sq语句的snake的后面 对吧 所以你会看到snake的 看到新 from hello book is count 那这个count呢 就是它的一个别名 就这个地方的一个别名 它扩展到snake的后面 我们前面的well呢 它是扩展到well后面 对吧 扩展到well后面 好 所以我们通过这个结果级的修改器 可以去扩展 我们自己想要的一些sq语句 sq语句 它可以放在snake的后面 也可以放在well后面 当然除了这两个之外 还可以放在比如说table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地方 那具体的一个使用 具体的一个使用的话呢 大家可以去搜索了解 因为这个方法不是特别常用 所以这个地方我没有把它完全的整理完 但是你没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看一看 这个地方 网上的资料是很多 如果是有不明白的呢 我到时候可以在达语课里面 也可以给大家去讲一讲 OK好 那这个呢 我们就先了解这么多 那第二个 第二个的这个肉的这个方法 那这个方法的话呢 那它就是很单纯的 我们要去传入一条sq语句 让它去执行就可以 那比如说这个地方 我们去使用这个肉方法 这个肉方法同样是我们的这个管理器 就object的一个方法 我们可以通过它去执行一条sq 这个条sq呢 是我们自己去写的 好 我们执行一下这个sq 那你会看到它返回的是一个zo create set 这个呢 很明显是我们create set的这个一个子类 对吧 是create set的一个子类 好 我们可以来 既然是create set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去对它做便利 对不对 可以对它做便利 好 所以我现在呢 就可以去便利这个create set 然后得到它的一个查询结果 对不对 但是要注意啊 我们这个地方写的 这个是一个原生的sq 然后 传入进去之后 我们的这个module在处理的时候 它依然把我们的这个原生sq 原封不动的 就是拿到数据库里面去执行了之后 返回的结果 对不对 所以它是按照我们的sq的内容去传递的 好 当然我们这个地方不一定是book表 就是做这个book模型 所对应的不一定是book的表 我们也可以是其他的表 也可以是其他的表 好 这地方的话呢 我是从作者这张表去查的 所以作者当中呢 是name才是它的名字 对不对 我这个时候就可以看到啊 就可以看到 我查询的是作者的信息 他传递的这个sq语记也是去查询作者 OK 好 这个查询可以哈 查询可以执行 我们去做inset 好 做一次插入的操作 比如说inset into 好 然后我们要去往这个hello 作者的这张表去插入 一条信息 values 60 比如说这个叫什么名字哈 随便写一点吧 随便写一个哈 随便写个名字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可以看一下 那这条sq语句哈 这条sq语句有没有 我们刚才执行了之后 执行了之后有没有 将信息插入进来了 OK 还没有 对吧 好 还没有 好 还没有的话 是不是这个插入语句 不能够用这种方法去做哈 啊 这个其实也不是哈 因为我们的curry set 它是一个什么 它是一个惰性的机制 大家还记得吧 就是它不会 在你创建curry set的时候去执行 而是要在用的时候去执行 比如说我现在要用它 比如说我要把它print出来 我去把它 我要把它用出来 或者是我要去 for b in bbb printer b.n 对吧 或者我要用的时候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刷新一下 那你会看到我们这条insert语句 其实 其实它也执行了 对吧 也执行了 只不过呢 只不过呢 因为我们是一条insert插入的语句 这个肉方法 它并没有返回查询的结果 所以我去便利它的时候 是便利的一个空的对象 空的对象 所以这个方法 这个方法的话呢 它也能去执行我们的原生SQL 原生SQL 但是呢 它还是要依赖于我们的module 并且的话 并且的话 这个方法其实最好用在查询的地方 查询的地方 因为它会返回我们的查询结果 对吧 返回我们的查询结果 然后我们可以对它去做一些操作 然后增三改的这一个操作 我们最好可以通过这个去执行 也是可以的 那第三种方法 就是直接去执行自定义的SQL 直接去执行自定义的SQL的话 我这地方也给大家准备了一小段代码 那这个地方 我们主要是用到了 在将过DB下面的一个connection的一个对象 通过这个对象去获取到一个这个数据库的游标对象 通过它去执行Excode的方法 这个方法的话 它可以去执行我们任何的SQL语句 包括insert 包括update 包括delete 包括snate 甚至我们要调用存储过程的那个SQL语句 它都是可以去执行的 OK 我们可以来了解一下 那比如说我现在去导入了这个对象 然后呢 紧接着去创建了这样的一个游标 创建这样一个游标 好 然后再来执行一下插入的操作 好 通过这个curator方法 注意里面是一条原生的SQL语句 对吧 好 执行一下插入的操作 那我们这个插入的操作的话 返回的结果 因为它插入了一条数据 所以返回的结果是1 好 返回的结果是1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那这张表里面 是不是就有这条插入的数据了 对吧 有这条插入的数据了 同样 我们要执行更新的操作 那一个update的语句 好 执行一下update 好 把这个郭敬明的名字改成了行行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OK 那这时候 你会看到我们的更新操作也生效了 对不对 好 我们也可以执行删除的操作 也可以执行删除的操作 那这个删除的操作的话 执行了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 好 这条信息就被删除掉了 对不对 被删除掉了 所以我们的这一个方法 是为最为灵活的一个方法 真删改都可以 包括查询 那比如说我现在再来执行一下查询 好 查询的结果 其实是有五条数据 对吧 五条数据要怎么取出来呢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 飞起万的方法去取 好 可以看到 对吧 第一次去取的时候是湖大海 第二次呢 是王力马 第三次是郭德纲 好 第五次第六次 好 总共只有六条数据 对吧 那后面取完了之后 再进行这个飞起万的时候呢 就没有了 对不对 就没有了 OK 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个飞起二的方法 去取数据 飞起二的方法 去取 好 但是呢 现在没有 因为它的这个游标 它已经到了数据的结尾了 已经到了它的末尾了 所以你现在去取肯定是没有的了 OK 重新再执行一下 那我现在在飞起我的时候 那你会看到呢 飞起我它会把所有的信息 对吧 获取 获取到 对不对 把所有的信息获取到 以原主的方式 对吧 原主的方式呢 返回回来 OK 好 这个就是通过原生的C code 去执行 然后去完成的这个数据操作的 这样的一种方式 那这几个方法呢 大家做一个了解就可以 在我们的实际过程当中 大家首选要去操作数据库的话 首选 还是要用ORM的方式去操作 那这种方式呢 是比较推荐的一种方式 如果是在使用Jungle的时候 那你这些复杂的C code写不了 然后你再考虑用这个原生的C code去写 那这样的话呢 能够去弥补 ORM它的一个 就是有一些C code写不出来的 有一些复杂的C code写不出来的一个缺陷 OK 好 那这个呢 就是我们今天的一个大概的内容 如果是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呢 欢迎大家在我们的班会课和答疑课里面呢 来咨询 好 那我们今天的课呢 就先到这里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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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